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 食伤过往 通常食伤 他代表的是聪明才智 所以你会发现到 这种人的反应很快 但是他假如产生了食伤过往的这种情况 他会变成了哲学家 哲学家是什么 每天跟你讲国家大事 但是什么行动也没有 就是人常讲的只剩一张嘴而已 所以各位 当你的食伤很强的时候 请你记得要用财来帮助食伤 财代表的是目标 所以当食伤过往 人在天空飘的时候 请记得用财 也就是目标 把他拉回现实 否则他每天都跟你讲国家大事 每天都跟你讲他的梦想 但是却从来不会动作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